把手机拿出来,现在有这个QR Code了,那我们来扫一下这个QR Code,那我们打开之后呢,它会有五道的验证程序 那验证完毕之后呢,验证成功,那我们就可以下载这个证书 那下载完毕之后呢,我们来进行开启,那这个时候呢,就得到这个数位的电子式的毕业证书